接着上期,光吃一顿葫芦头肯定不够 我们继续寻找当地的美食 因为想吃点想吃,朋友就带我们来到了撒金桥 回民街又称回访,游客们较为熟悉的回民街 大多是指古楼北院门那条街 然而回访的区域很大,其中就包含了撒金桥 这儿可藏着很多当地人爱吃的美食 我现在到这个撒金桥 因为当地的朋友跟我说 他们本地人都是到这儿来吃东西的 所以我到时候先来看一看 逛了一圈直接看饿了 虽然选择很多,但进高绝对不能错过 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先买一份试一试 这是糯米粉吗? 糯米 红枣 红枣 这是云豆 哦,云豆 都是我爱的 加少少 那一块真的 好,谢谢 价格10元一份,看起来还不错 这是小份的 红褐色的蜜枣,覆盖在白色的糯米之上 不论是嗅觉还是视觉,都很诱人 晋高的口感软弱 吃到嘴里,甜在心里 云豆和红枣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很多人说西北地区的东西很咸啊,很辣啊 其实甜甜的这种精致的 它的外形可能不精致 但是甜甜的这种精细的口感还是在的 曾经作为早餐时期,才能吃到的当地美食 如今在这繁华的不夜城 自然是24小时都能找到 像晋高这样老少介意的美食 来西安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 继续前进 来到老金家的淡菜夹馍 这家店的夹馍,据说在当地很有名 诶,我刚说完就看到他们在用机器做馍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不过我们并非秉承手工无敌或匠心无敌的人 在吃尽肚子之前,我们还是先保留意见 夹馍摊上的配料之多 让我大开眼界 真的是又一次领略了磨夹一切的魅力 说西安是磨都,我没意见 这次我们分别点了一份特色高配10元 还有一份肉蛋双拼18元 算是有辣牛肉和无辣牛肉的两种顶配了 反正在我眼里跟磨一样是很厚实的 一口咬下去应该就看着就很饱了 然后先来咬吧 赶紧先吃一口朋友买的特色高配 这一口吃到的是蛋黄 对,你把一个蛋黄都吃了 他把你们蛋黄都吃了 他把你们蛋黄都吃了 蛋黄都吃了 被说得很紧张 被说得很紧张 紧接着再咬一口肉蛋双拼 不得不说咸蛋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咸味适中 肆意的油香在嘴中化开 久久不能散去 再加上额外的煎蛋 整个馍都变得真香了 然后辣牛肉的部分 在遍地都是肉夹馍的西安 算不上出类拔萃 咸味也有些多了 只能说有些可惜 玫瑰咸菜配上花生还是很不错的 感觉就是放在粥里也是下饭力气 虽然价格不便宜 馍与牛肉的部分也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但他们家的咸蛋黄真的无可挑剔 就像叶问的实例可以打十个 玫瑰咸菜、花生 还有他们家的蜜汁酱也还不错 因此如果你正好路过他们家的店 他们家的特色高配或经典高配可以推荐 相对肉蛋双拼 性价比也高尚很多 接着我们就路过了一家蜂蜜凉糕店 虽然很饱 但在小米的强烈要求下 我们决定再咬两口 凉糕食用一份来看一下店主的介绍 这是什么馅 就是豆沙馅的是吗 对 然后外面裹的是黄豆粉 芝麻 芝麻粉 这个是什么 蜂蜜 蜂蜜是吗 那是玫瑰酱 玫瑰酱 谢谢 蜂蜜凉糕的口味就和名字一样 入口凉凉的 玫瑰酱和蜂蜜的味道很快就袭来 是一份很适合炎热夏天使用的点心 虽然我们都吃不下了 但小米一个人还是吃得很开心的 嗯 玫瑰味好香哦 对啊 第一口是玫瑰味嘛 好了 吃完凉糕彻底饱了 但我没办法停下 因为晚饭已经安排好了 西安的朋友说 西凤酒也已经安排上了 就在前方的烧桃店等着我们 大多数的旅游城市都会有几个所谓的游客观光区和本地人才去的区域 如同去撒金桥找小吃 下马林路就是本地人喝酒吃饭的好地方 路边的城墙既是古迹又是风景 配上美食真是惬意 而配得上西凤酒的店 烧烤店绝对算得上是首选 这家店的名字叫做鲜爸爸 听起来就很霸气 还没上菜酒就先上来了 赶紧喝起来 这酒就跟水一样 透明 Lucky说不记得这些菜了 下来就由我来说明一下吧 先爸爸烧烤非常好吃 感觉没有一个菜是采雷的 从火候的把控到均匀地撒上各种辛香料 都没得挑剔 各类小炒也超级推荐 比如酸辣口味的炒豆芽和白菜 还有吃不腻的烤油膜 全是非常棒的下酒菜 要是Lucky没醉 估计他能把这家店夸上天 菜越来越多了 西洋的朋友太过热情 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 怎么菜越吃越多了 兄弟我清醒了 话说这西红酒真好喝 诶 这都在哪 我怎么又在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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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头要裂开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听说Lucky第二天醒来 胃就一直在翻腾 下期怕不是要变成石榴之旅了 听说一碗胡辣汤喝下去 Lucky就原地复活了 看来下期的美食味道依旧好吃 听说Lucky即使胃不好 还在韩兰姐视频 你们会感动吗 记得订阅留言 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